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 就是我们再看看而已 就是从明中论 是明中论以二地为中 在第74页的中间那一行 二之中下 二之中说的底下 就是提到的是以中论上 中论是以二地为中 从这里开始讲 下去 再提过一次 好 中论以二地为中 所以用二地为中者 所以用二地为中者 二地述化是根本如来自行化 由二地者如映若金活母平 明二地能生我 故二地是活母 盖取二之为佛 二地能生二之 故以二地为母 其是如来自得圆满 由于二地 所以二地是属于教地的部分 这个地方是在讲明中论是以二地为中者 因为在之前 已经都差不多讲了 中论出火一二地为中生说法 就是世尊的说法 就是对教法中生方面都是一二地 那这个是中论里面有提到的 诸火一二地为中生说法 一以世尊的 一 就是这一个的部分 诸火一二地说法 就是在中文的观世底品里面 诸火一二地说法 一以世尊的 那另外一个是低一地 那如果没有办法知道这些的话呢 那是没有办法得到 就是如果不知道有恶地 那你在这种生生意的活法当中呢 没有办法知道真实意 所以如果 因为有依空恶地的 所以如果是不依属地的话 也是没办法得低一地 不得低一地的话呢 那也是不得虐凡 那我们在之前已经阅列的 大概有多讲的 中论的这种世底品里面 所谈到的那个恶地呢 那一个是世俗地 一个是属于圣意地 那就是有跟空的部分 那其实这两个呢 像这里所讲的 都是可以言说的 以世俗的这种言说的 所以言教的恶地 属于圣教的恶地 那这种言教的恶地呢 是表现在世俗有跟圣意空的 这个当中 在这两支上 所以在中道上呢 就是有空 有空跟有 有有空跟有有有 那这两个不是对立的 两个不是对立的 因为只有空呢 只有有有空才能够成立世俗地的有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有于空而立的 那这个有并不是石油 它是幻化的 所以是无字性的 是幻化是无字性的 那空呢 也不是二曲空方面 它是无字性的空 所以在延起的这种方面呢 那必须依赖这种无字性 那才能够去汇通 所以这由二地所讲的是 延起的这种性空方面 所以换句话来讲的 一延起那是属于这个 二地中道的这个 它的圣生意里面所讲的 它真意的部分 真意地的部分 所以在中论的观世体里面呢 所讲的这种延起星空的 这种思想方面呢 那是属于二地的 这是二地中道的这种真实意圣生意 甚至一方面呢 这是在我们之前所提的 所以因为这里所讲的 一若今明二地能生活 这是说教化的方面呢 那就是必须仰仗二地 所以因为教化呢 所以他就能够产生的这种 他的成果方面 所以他说二地是活母 盖取二字为活 二地能生 以二地呢 能够生出这种智慧方面的 所以以二地呢 是如来自得圆满 如来的智力跟智力的功德圆满 跟他力的这个智德圆满呢 都是由二地 都是由二地 所以那讲到说智德圆满 由二地 化他的也是由二地 所以因为要智力跟他力 所以依二地的说法 依二地的说法 那底下呢 这两这一个 刚刚所讲的 说二地能生的这个二字呢 是属于真 一个是全字 一个是实字的 那真地的方面是属于实字 实字的 那淑地的话是全字的 那这个真跟鼠已经不是属于环乎 而是已经正物方面 他说 己二地为我二地能生二字 所以呢 已经有所正物 已经了解到空的方面 由空在出之后呢 那方便散巧的 所以由这两个 真鼠呢 二地能够生起二字 生起二字 所以智德能够圆满 也是由二地而来的部分 由二地而来的 那这一个是从智方面 那跨他的部分呢 这也就是前面所讲的 如果把这一段分开的话呢 一个是智德也满是二地 是属于智行 智力方面的 是属于智的方面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属于化他的 所以化他的的部分 化他的的部分 由他的 化他的由二地者 如来所有说法 教化众生 藏一二地 故宗论 因诸火一二地为众生说法 这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所讲的 是属于化他 那这也是 就是刚刚已经提到的 第一异地呢 如果是圣生意 那你们没有办法用 一个世俗的这种元素来讲的话 是没有办法了解的 所以说不一世俗地的话 第一地 则无所说 那无所说无可解的话 那就不得第一异地 那如果不得第一异地的话 就怎么去得到捏盘 所以诸法呢 虽然我们说诸法不至生 他是空性的 可是因为二地而有的 是因为二地 因为无性可是而有二地 那诸火一这两个为众生说法 所以一个是数十的地 一个是圣意地 就是第一异地的 那依世俗地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讲了有上二因果的这些 轮回报应的 所以这是以仁天法来讲的 那以第一异地的话呢 所说的是真五的 华性的或者菩提的捏盘 那这是这个就是说三圣方面 能够利益三圣 众生说法的这一个 这个第一异地 它能够利益的是属于三圣的部分 三圣的部分 所以四地延伸 就是说信空无生的这种 无生就无面 那个是延伸信空呢 那不是定五也会定五的 所以说因言二地 那来申明来讲述的是 不生不灭 会有回五的忠道实相 的忠道实相 那由这个来利益众生 所以依世俗地 就是诸佛依恶地 一个是素食 一个是圣一 为这种说法 那前面所讲的 一个是素食地的这种字 还有一个是 画他的部分呢 这两个就是依这两个而来 斗化一切的众生 让自己的这种画他的 能够圆满 画他的圆满 那在底下谈到的就是 他必须要引证出来的 必须要有引证的 这是引出证明 所以他这里讲到 何以知知他两得 并有恶地 打蛇门论云 以世恶地固即得致力 立他即以共立即其事业 以恶地是自行化他之本故 生弥恶地为论中 其令一切众生 聚得赐他恶地 一切的众生呢 能够得到自立 立他的部分 我们知道说这里所提到 自他两个就是引证 自他两个那都是由恶地来 他所引出的是十二门论里面所证的 十二门论里面所讲的 以世恶地固即得致力立他 所以在十二门论的这一个关系门 好像之前那个法师又讲过了 这个十二门论的部分 那在十二门的关系门上面 关系门第八里面他有提到 就是文里面有提到说 因为有二地 一个是四十地 一个是第一地 那因为四地 因为四地 所以说第一地 所以如果不因为四地 那就没办法去说四地 则不得说第一地 如果不得第一地 则不得涅盘 则不得涅盘 那 这是我们常常在听的 那在这一个十二门路的地方 其实他就是在这一段 若人不知恶地 则不知智力 他力共力 就是这一段文 这是举出在关系门的这一个部分 那这个是我把它多移 其实他只有这一小段而已 只有这几个字而已 那我把它多引出来 就是 就是一些法里面有四地跟第一地 世俗地跟圣一地 世俗地跟圣一地 那应依靠的四地 那第一地才有办法讲出来 如果不应依靠四地 那就没有办法说 那如果没有办法说第一地的话 那就不得涅盘 所以说了之后能够了解 那所以如果不知二地的话 则不知智力 利他共利 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 他所回答的 怎么会知道智他良得并有二地 所以以十二门律来讲 以四二地故 就是以四二地 即得智力 以及共利 所以就是这一个 所以以二地是自行化 那是本身名二地以为论中 那这个论中的这一个论呢 这个论的话 那就是指的 就是中论 指的是中论的部分 所以因为就是他 就因为我们在书里面 不知智力 利他 以四二地故 那文里面是 不知智力 利他共利三个 所以再缓过来来讲的话 书里面是讲到四二地 你知道你了解了 这个二地 空有的这个二地的话 那就能够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 不知智力 利他 不知智力 经文里面是这样子讲的 七十五月 那这边是因为认识 所以得到智力 以及共利 这一个 所以把它缓过来说 所以能够了解的话 那就能够知道说 真的来讲的话呢 二地是自行画 他的这种根本 所以在深论 在明显的表达 表达说明 二地就是 为论的宗旨 为论的宗旨 因为前面已经讲到说 二地是活化的根本 那这里所说 二地是自行画他的根本 所以活化是以二地 为一个根本 那这个是从哪里 就是 宗论以此为宗 就是我们这一句讲 故生米二地为论中的话 那这一个论就是属于宗论 宗论以二地为宗旨 以二地为宗旨 因为我们现在说讨论的宗论 都是在深破方面 就是破气方面 那每一个主要的论点 都是在讲这一个 那可以说 宗论他们都是在讨论这个二地 可是每一部中论有中论的特色 十二门论有十二门论的特色 所以各有不同 所以后面这个就是在慢慢 就是在讲到这一个部分 好 那在底下呢 在底下的部分呢 就是谈到 问 这是七十五页 就我们今天开始讲的 问何人谜二地 论主破谜生恶地 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会迷失 在恶地上迷失 所以论主呢 这一个 农树菩萨 话我们来讲的话 破谜 那生恶地 答 答 有三种人谜二地 三种人谜二地 一个 第一者小圣五百步 小圣五百步 各执诸法有决定性 魂必尽空 如刀伤心 此人失第一异地 南济 失低异地 亦失失地 亦失失地 所以南者空晚南而有 故民 故有 民空有 荒失失地 比济 司空亦失弥有 司空弥有 故失失地 故五百步 五百步指出 如来二地之外 已经不在二地的 就是他们不失 不了解 就是五百步 我们所讲的五百步 就是不拜佛教的时候 这也属于小圣的 这一个部分 小圣的五百步 那我们在读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说 小圣 小圣法 就是他认为主张的是属于 诸法实有自信 就是诸法万有的 就是属于有的 这种主张 实有自信的部分 所以活头一讲到说 这种大圣法的这个必进空的时候 那他听到了如刀伤心 就是没有办法去禁止 他认为说这是不对的 那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 就像刀伤心 故失地 异地 因为讲 有跟空 一个是世俗地 一个是地 异地 圣异地的部分 那因为闻到这个 毕竟空 他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失地 异地 那既失地 异地的话 那也失去了世俗地 那因为不知第一地 而不知诸法 是毕竟空的 那所以在空当中 是不会妨碍世俗的 言其有 不会妨碍的 所以他说 失地一地 亦失失地 所以难者 我说为什么 叫空晚难而有 故有明空有 就是因为这个是 如果是真正的认识世俗地的话 那他会 就像前面所讲的 因为知道是属于 延起空的方面的 可是因为他已经迷了 所以 没有办法去知道说 延起空 那个空晚难而有 所以在失空 就是既迷失在空里的部分 那也对于有也迷失了 所以这是属于 世俗地的部分 所以 世俗地也失去掉 所以这是 就是 就是 这一个部分的话 那就是 恶地皆失的部分 恶地皆失 所以既然 迷失了空 那 有也迷失了 失空 迷有的 这个部分 所以圣文人 圣文圣的人 这个五百步的圣文圣 他是不是大圣的圆隆二帝 故思二帝 故思二帝 所以我们提到说 小圣的罗汉 他也是入空意 可是他是属于罗汉的小圣空 他没有办法认知到 没有办法体悟到大圣圆隆的这个二帝 就是空晚难有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他会迷失 这是属于小圣五百步的部分 五百步 迷移二帝 一直小圣五百步 植株花有节地性 就是 所有的话 那都是有的 所以 文壁近空的话 没办法接受 没办法接受 所以 这是 这一段所在讲的 二帝皆失 二帝皆失的部分 那 再来的话 是 荒广大人 荒广大人 好这三个呢 第一个是属于小圣的五百步 那第二个是荒广到人 就是 就是小圣人要写大圣 可是那写大圣 写不成 又迷失了 又迷失掉 那第三个的话 是在七十六月的部分 七十六月第五行 第三人得二帝 第三人得二帝 迷失二帝 那这一个第三人 那这一个第三人 可以说是 诚实论的学者 那为什么说 他是 那个神实论的学者 因为他后面有提到 二帝一体跟二帝一体 二帝一体跟二帝一体的 这一个思想 那二帝一帝的 这一个思想呢 先从这里 那真熟二帝的一体思想 然后沿二帝一体 二帝一体主张的人士 开善士的智障 就是良大 良代的三大陈时论师 这是开善士 那三大论士的 是光宅法研 开善士的智障 还有一个声明 那是那个庄严士的 那另外一个 真熟二帝的一体 不同的部分 是隆光士的真措 那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所了解的 暗瓜二帝跟淑楼栗 这个另外的一个说法的部分而已 这是这两个 所以从这两句知道说 这是属于诚实的 诚实中的说法部分 诚实中的 那荒广大人 我这边呢 其实有去找了一段 找一段在二帝 就二帝章里面 二帝章里面提到 对于一帝跟教帝的 得失方面 那这一个大家都应该有 就是这一本书 这一本书的第七章 那我们之前在讲二帝义的时候呢 那里面也有这一个部分 他也有讲到谁二帝 是二帝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我今天又把它提出来 那因为这里是提到说 他有三种能谜二帝的部分 那前面第一个的话 这是小圣 第二个是荒广大人 等于是皮痰方面的 那第三个是属于诚实论的 诚实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是这一篇的 一个第七章 你回去观观看 263页的一个部分 其实他这一个是在一帝 一帝跟教帝的这个二帝上面 以二帝论来讲的 吉障大师也讨论 一二帝跟教二帝 那他是从得失的角度来讨论 得是得到二帝的真正意义 失的话是失去二帝的真正意义 这里所讲的 所以从一般上 因为他这里所讲的 其实他跟他的失误 一帝为失教帝为德 看完是有点不大一样的 所以他这里有想到 这种显示出跟其失的不同 那我们看一下 这些吉障大师呢 区分这种得失 就是对二帝方面的来谈的话 他是也是一样是 以破写选证来讲说 一者不邪恶地失恶地 就是说失恶地的情形有一个 不邪恶地失恶地 一个是邪恶地失恶地的 那第一个的话呢 是指的是外道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 就像说 他这里所讲的就是 他执着于小圣 所以文大圣华呢 那就是如刀伤心的部分 这一个是属于外道 那第二个包括佛教的大小圣 大小圣的部分 大圣邪恶地失恶地 小圣不是恶地失恶地 一个是邪恶地 一个是不认识恶地的部分 那不是恶地失恶地 那其他大圣主要是指的是 方广跟薩伯多 就薩伯多 就薩位蒙人就是说一切有不的 说一切有不的这种思想 那这是属于圣律师的 他们的这种有不的思想 因为不知诸法信空 既不知信空 既不是诸法颠倒有 不知信空不是第一地 不知颠倒有不是世地 不是第一地就不知道 所以并不是恶地 这两部对世地跟正地 都不是因而失恶地 因而失去了 就是迷失在恶地方面 荒广邪小人不是二地 邪大圣所明之空 亦是属于邪空也是恶地 承识跟毗坛呢 那是属于这一个所讲的 承识是同煞位不是恶地 庶人则不是恶地 那这是 是恶地的情形 有一个不邪恶地是恶地 一个是邪恶地是恶地的部分 那大圣的人呢 他邪恶地是恶地 巨大大师又把它分成两个情形 就是一个是邪恶地 成信恶地 那另外也指邪恶地成一地 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所以邪恶地成信恶地 则文有持有 文空持空 不知有不有有而有无 就是我们说有是依空而立的 依空而有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知道 无不有 无而有有 他不知道这些道理 所以有的建立是依空而建立出来的 空跟有两个是相互的 那这一个的话呢 这个就是在直障大师里面 他有提到说 里内跟里外的二地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了解的部分 那邪恶地施恶地 或者一地 成一地 邪恶地施恶地成一地 那这里所讲比较复杂一点 所成的一地 只空或只有的部分 所以他邪了二地之后呢 不是只空就是只在有的 这个方面邪恶地施恶地 成一个空地 那他的二地观是诸法颠倒有 只是属于四地 方面 诸贤胜真知信空明第一地 明颠倒有为灰 诸法空信为是 诸贤胜真知诸法信空 故知诸法信空定是也 这种是文空时之空 文有时也执空 所以他这里从这里所 邪恶地施恶地 就是他邪有无的话呢 都会有所执 那邪有就只有 邪空也会执着 也执着了 所以那这个本无中的观点 一直相似 那这里没有讲 那所有的本无中的观点 跟这个相似 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这个本无中就是 波洛裔的这个革裔思想的时候 在当时东晋南美朝的时候 那对于波洛这个思想有七家 有七家的说法 那这种七家的说法呢 在极藏大师的大圣悬疑里面 他有很多的指数 这样把每一家每一家 就提出来讨论 他就是对于这种思想方面呢 他就去把它去破斥 或是这个七家隔一的这个七家 所以隔一七家的话 像大安法师的 大安法师的那个一个 那还有四寒中 还有幻化中 那延绘中的这个是当时的这个七家 等一下 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我有把它做成那个头影给大家看 本无中观点 所以学二弟成为一个有弟的话 他指的就是属楼吏的二弟跟心无异的观点 一个是本无异一个心无异的观点 那这一个的话 因为我们不是要盘论了那么多 所以先不要讲 只是说知道有时候 就是邪二弟 变成说成为说二弟一体 就是以二弟为体的这个部分 那他有二弟一体的话 那是一体的话 是哪一个成为他 是有还是无 还是两个都是 那就是这个有无成为一体 那如果是一体的话 不同的 那到底是有跟无 所以这里分别指出属楼吏 那属楼吏的话就是 那个像栗子的话被老鼠吃掉 那里面没有了 只有外壳而已 那另外一个呢 暗瓜二弟呢 是 就是把瓜呢 按在水里 你看不见了 这是属楼吏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是 其实在这个点 我是把这个再提出来 这个应该是不用了 那他说一弟得失的问题 引出两种一弟的这种观点 就是对于一弟 一弟的 就是叫地的部分 其他曾说 还无一弟皆失 还无一弟 一弟皆失 并进一步说明 一弟皆失 会是所依一弟皆失 乃是禀教成语 故一弟皆失 禀教 你是依靠了这一个东西 他说 什么是禀教一弟 其他解释说 此事依止为业 还乎文有直有 文武直武 助教以理其会失 所以他后面这一句 执着在这上面 本来是要 告诉你月亮在哪里 所以用指去指月亮 结果你还是去执着在这个指头上 所以你文有 文有的目的呢 是要达到这个空的部分 文有 所以文有的 文这个圣意地 文世俗地的这个有的部分 那又执着 文武的部分呢 又执在这个空的部分 那我们所讲的 就是不执二边 所以谈到这个有无 那为什么以二弟为 以二弟为他的忠 那不以忠道为忠 不以忠道为忠 如果说你以忠道 又另外有一个东西存在 像这里的话呢 他把有跟武呢 已经分成两边 所以他有诗嘛 文有文武 文有直有 文武直武 助教以理 就是你 住在这个教里 你执着在这个教义当中呢 那已经失去了这个理 理体的存在 当然是一个过失的存在 所以才是说 以此为业 那你所指的 我们所指的这些呢 那你听了之后呢 这些全部都是已经成为一个过错 因为你指的在有也不对 你指武也不对 所以为什么说 佛陀在华华会上的 本来是讲到三称的部分 然后到后来呢 又回归到一称的部分 回归来 也不助于有也不助于武的部分 谈有谈武 那以后面也会提到 那居然是讲到的是属于这种 讲到二帝 那因为后面提到说 以二帝为中 可是讲到 因为讲中论 那为什么不用中道 要用二帝为中 所以后面有提到 那我们先把这里先提到 在下一页里面有提到的部分 那欢广道人的这一个部分 欢广道人 在七十六页 七十五页的最后一行 二者欢广道人 为一切诸华如龟毛兔角 无罪福报应 此人施四帝 此人施一世帝 然有晚安而空 故空明有空 既施空有义施有空 如施之人义施二帝 又之外道一世二帝 如有见外道 明以真地 空见外道 有一个有见外道 一个是空见外道 明以四帝 又还无足有故迷真地 二正至空 明以四帝也 好 这个是欢广道人的部分 这是说欢广道人他学大圣 可是他没有办法去 就是他有所持 所以不得大圣正义的情形 所以才说 这里所讲的说 为一切诸华如龟毛兔角 他听到了这个大圣华 前面所讲如刀伤心 他这里所讲 文大圣说的这种 诸华必尽空方面 他就去执着 他就认为说 诸华是什么都没有必尽空 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的 一无所有到什么如龟毛兔角 比喻的龟毛跟兔角 那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会成为什么一个 这是龟毛 乌龟的毛 还有兔的角 你去寻这个是不可能 有所得 是没有过的 从来没有的 所以他后面所讲 龟毛兔角如 无罪乎报应 那无罪乎报应的情形 就变成是波为因果 就是把那个四书地的这些 阴火轮毁 还有罪乎报应的这些事情呢 这善恶业这些呢 他都把它 把它拨 就是认为都是没有的事情 所以所以他说 文必尽空 便说诸法是有所有的 所以这个是对于四弟方面 是迷失了 迷失了四弟 既然迷失四弟呢 那也迷失真地 迷失了空的空 因为他前面已经讲了 那大圣必尽空 不是大圣的真空 那大圣真空是说 诸法晚南 而性长空 诸法晚南 而性长空 这些东西呢 那实实在在存在 就像你现代人所看的 这一个东西 是通通有的 可是 可是它的这种体性 它的空性 是属于空的 是属于空的 而晚南 所以有晚南而空 而空 故空 空有 故空有空 那已经失去空的 这种 失去空的 这种 空之 既失空有 已经失去这种空的 这种 有的这个四地方嘛 所以迷在这个 这个有的这个当中 迷在有之空的 这个真理当中 那这个的话呢 他也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 去了解大圣 大圣中道的恶地理 所以对于 幼珠外道 他又提到了一个 前面讲的是荒广 那又讲的幼珠外道 也不知恶地 幼珠外道 亦失恶地 那也不知道 那他起初的一个是 有见的外道 有见外道 就是他迷在真理上面 迷失了 不是真理 那一个是空间外道 直空方面的 那对于事实的方面呢 他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去路 所以是 随空间外道 那另外一个呢 欢呼只有故迷真理 那二秦呢 至空 二秦执着在空境当中呢 他没有办法去去路到四地 所以迷四地 不是四地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 都是属于十二地的 十二地 所以中 中论呢 他是要破斥这一个 主要 中论他是从这个地方去破斥 所以他在讲到二地的十地 实际上冲到二地的十项 这是第二个方广的部分 那第三个是得二地的名 施二地的宗旨 他的圣圣意 那他所指的是多精略出二种 所以说他是了解到二地 可是真正二地的圣圣意 他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提 而失去的他宗旨 那这一个所指的 就他们这一类的很多 那他提出的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说二地一体跟二地一体 一体 并不成二地之意 既如述出序之 均破此之师 声明二地 故用二地为中 故用二地为中 那既如述出序之 这是中论序里面所讲的 中论序 那在这里所提的二地一体 或者是二地一体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在 就是在前面第一 那个上卷 上就是三地的宗旨意的上 就是前面的部分 就是上卷的部分 已经有谈到过 你们看一下三十七页 欢到三十七页 好 接着在三十七页的这个地方 也有提到 就是在三十七页的部分 就是属于喝大秤的部分 属于喝大秤的部分 这个部分 然后在大秤里面 那他有就是把那个大秤师全部都喝赤 所以他有提到几个的 像五十教 还有就是在这个当中 他就是有讲到说 顿教跟禁教 那禁教方面的 开五十三任别教 还有波罗教 那还有一个是 就是属于三任共教的 还有一个是一阳教 一个是同归教 还有一个常处教 在三十七页的部分 那就讲到说 难二帝 民事二帝 有三人 就像这里所讲 第一个的话 是在三十七页这里有一个 一个是批坛 那第二 邪大圣的荒广道仁 邪大圣的荒广道仁 人的 不如这一个 那第三个跳过一行的话 即是所行 那是所行 这个就是诚实论诗 就是当 就是在 吉档老师他们那个时代 所盛行的 诚实学派的 诚实论诗 这三个 所以从这个提案 又延续到后面 这个是何大圣的 这一个部分 就是这一个部分是说 那他讲的是难二帝 就是责难二帝 真属二帝的地方 然后他起初有三个 一个批坛 一个批坛 一个邪大圣的荒广道仁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那就是诚实论诗 所以诚实论诗底下 他说 四所行虽聚之二帝 或原一体或原二体 立二不成乎伤真属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 就是二帝一体跟二帝二体 就是一体的部分 一个是一 一个是二的一个部分 那后面所讲什么 书书真义书 书真书 书真书不书 书以真义 这些的话 其实都是在讲 这一个部分 都是在讲 所以我们这一段 其实这边所讲的二帝一体 或者二帝一体 就是二帝二体的部分 那在荷大圣的 荷大圣的 荷大圣的 这个部分 曾经已经讲过 已经讲过 那在这个地方提到的 就是 这里提到的 一个是二帝一体 一个是二帝的一体 我们就二帝二体的部分 那一 开三式主张的是 二帝一体的部分 那一个是二帝一体的部分 那他们的这种迷思 就是没有办法真正去了解 了解 那就是在我们文里面所提的 文里面所提 就是他所迷失了二帝方面的部分 就是说 他得到二帝的迷 可是是二帝的 二帝的这种圣生意的话 那他也有执着的 所以没有办法 不成二帝之意 不成二帝之意 就是这一段 我刚刚提到说 二帝一体二帝 那他这里所讲 卢树出戏里面所讲的 既卢树出戏之 今破此之思 生命二帝 雇佣二帝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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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 那这一个 这一个 卢树 这个书呢 就是属于 吉障大师的那个中观书里面 他的那个里面所讲的 出戏之 今破此思 生命二帝 雇佣二帝为终 其实在这里所讲的 那后面有提到的部分呢 其实他有些是在破斥 当时的那个七家的这种说法 在破斥七家 那这个可以看一下 这是在因缘品的这个第一 这是在中论述的这个因缘品 观因缘品里面解释的部分 那前面当然一栋 我是把它省略掉 因为观因缘品里面 它有分 就是每一个门 每一个用十门来解释 比如利益门 什么卷责门 廖解门 这些种种的 那这个同意门呢 这是出在地里有个 那文蛮多的 那在一开始呢 就是实施未至长安本有三加一 就是对于般若的这个解释 隔一火教的 这是属于隔一火教的 那个六加七中的思想 那本来就有三加是这三加 本来是有这三加的部分 那一个是本无的 这一个部分 所以六加思想的 这一个诸法态 诸法态的话是从这一个 那我这边呢是依照它言文 我把它取出来 所以我找不到它的底式 那个它的底式里面 可能我没有看得很仔细 那一个就是本无中 道安法师的本无中 道安法师的本无中 然后一个是知道灵的极色中 那它有一个极色游弦论 还有这一个 它写文化师知名度的心无中 刚刚有提到心无 那一个依法开的四寒中 四寒一 还有一个道一法师的幻化 四地之法皆幻化 那这是属于幻化中 还有一道税的颜慧中 名颜慧故有 名为四地 换句话 此章的四地是属于阴言封面的 一道税的颜慧中 那从本无 大安法师的这个本无义里面 那提又分出了一个 所以才叫做六加七中 这是第七个主法太本无义中 那其实这后面 除了这一个大安法师之外呢 其实后面全部都是属于大安法师的途中 所以他们都是从大安法师学习 然后才开始有自己的思想 所以大安法师五次呢 在那个东晋 就是无乱法的时候呢 大安法师曾经五次把那途中分派出去 那就是这些人就是从他的那个坐下 是分派出去的 到这个地方 那据如述出之序 经迫此之师 申明二地 雇佣二地为中 他都就是以这一个来探讨 探讨这一个二地方面 为什么要以立二地为中的这个思想 那从这个地方又去破斥当时的那个 隔一佛教的这些思想的存在 就是这个当 那时候是除了是陈始终之外呢 那陈始终是在梁朝的时候 那时候最兴盛的 可是这一个呢又是更早的 隔一佛教是更早的 属于大安法师那时代的部分 好 那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这一个 76月的导述第三行问 何以得知知论 此论用二地为中 这个此论的此呢 是指的是中论 然后他就在问嘛 那所以你问了之后你就要取出 你要让他凶口糊 所以他就是取出印证的部分 那印证的部分呢 他就取出三种 一个是以经典 一个是引论 一个是引传承方面 那这个跟我们之前在谈 在就是件上的时候也有这几个 也有这个部分 就是他取出说 什么人是这样子 书里面所讲的 那什么人这样子 都有这样的印证的这个部分 那第一个 他说 此论用二地为中 中论 怎么会知道 那打略有三种 就是取出有三种的部分 那一者 一者 因若今活母品 明二地不生不灭乃至不来不去 今论正明八部 故知即是便以二地 故以二地为中 以二地为中 二者亲目序论 以明外人师二地 龙树菩萨为师等故 照此中论 故知破外民师生明二地 生明二地 故以二地为中 三者 官内谈隐 中论续隐 此论虽无理不穷 无理不穷 无言不敬 统其要归 会通二地 今还述旧事 还述旧事 故知二地为中 故知二地为中 那这两个 就是 这里所提的 以二地为中的 怎么会去知道 怎么证明 那他这里就提出三个 那第一个是 就是 菩萨英诺本燕金的活母品 你也所提的 活母品里面所提 那你们可以 如果你有这一本的话 你就这一本 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在210页的这个地方 他这也有提到的 那 那 就是 我们这个解释上说 英诺本燕金的活母品里面讲到活字 就是 不遗异部 这一个 我是 本来是出提的 那这一段 我这里所引用的这一段 那我是把它用很细致的部分 用细致的部分 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 二地义 不义义不义 不长义不断 不来义不去 不生义不灭 而二相及 其实他只有到这个地方 那甚至无恶事故 诸佛菩萨至母 那后面是怎样 十方无极刹土 诸佛皆以如说 无今为师大宗列说 明阴若今中二地要义 所以这里所讲的 它是给阴若今的活名品里面 去说明二地不生不灭来引证的 所以说今论证明八部故知 即是变二地 以二地为终 讲的就是这一个 它引这里所讲的这一个 引证就是引起证明说 中论是属于是以恶论 用二地为终的为他的终止的这一个 说明方面的这种证明 那有提到的一个是印诺经 那一个中论 那中论的话呢 它讲到金木序的这个部分 讲到中论序 所以在印诺经里面 讲到说二地是十八部 那经里面是二地者 不依不易 不异 不断 不来不去 不生不变 不变 所以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八部 以八部来提明就是 证明八部 所以是变二地 所以这里就是这一个二地意的就是用八部 那这个八部的话我们知道说中论里面就是 就是讲到这个八部的思想就是属于二地的这些思想 所以它以这个来讲 那前面跟后面呢 我是想说既然引出来的 那只有这一段 也有时候可能 就是我都把它引出来的 所以有佛无佛法借不变 故不空 第一 第一无恶 故不有 无佛有佛法借二相故 法借二相故不一 诸佛常清静 故不二 诸佛还为法乌 故不空 无 无故不有 空时故不一 本祭不生 故不二 不坏假明诸佛 相故不空 诸佛即恢诸佛 故不有 华非华 故不二 非 非华 故不一 那这个大概大家现在都已经有一个认识了 那应该这个都看得懂 所以它从这个地方然后谈到二地 什么是二地 就是属于八部 用八部来讲 所以叫做正八部一 论八部 那从这个 二是相及的 一个 不一跟不二 那这等于是说这个两个 一个一跟一个二 那如果它是相及的 它没有不同的是属于相及 那圣者的智慧能够了解 它是没有二 无二所以是诸佛菩萨字母 所以从二地所生的 从二地 所以这是在讲到二地的这个思想的部分 那前面所讲的 那前面所讲的 二地 四地有 故不空 无地 空 故不有 二地常恶 故不一 圣造空 故不二 能够了解 所以这是 一切诸佛菩萨字母 乃至一切瓦一是诸佛菩萨字母 所以诸佛菩萨是从化身的 诸佛菩萨从化身出来的 所以它是从这个八部来谈的 引进 引出来的二地的 这一个说法 这是佛萨音乐经里面所讲的 那另外提到的是 这个是音乐经里面的 其实这个跟刚刚那个是 一直联系下来的 所以我把它切成两片 那如果是切成三片 然后会更好看 这个字比较多一点 那这一 我先切过来一下 你等一下再抄 那这一个的话 就知道这是终观论术里面 我们常讲的这一个 不生不变 不长不断 不一不一 不来不出 这是属因言 就是善面诸细论 我洗手礼佛诸说中第一 就是中论 中论的开张领义的地方 就有提到这一个部分 一开始的时候讲 那最后也是一样 总归节的时候 那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中论讲的都是属于大 就是最大以大乘为主的一个部分 以大乘法为主的部分 那底下的这是第二个 在七十七页的二者 七目续论 七目续论 议 名外人是二弟 我可以跳过去了 那这是一年笔里面 那为什么七目续的部分 这是七目所示的这个部分 他提到的 那他说 这就讲说 七目续的论议 就是名外人是二弟 那这里他提到的 就是隆书菩萨 未识等故造词中论 讲的是中论的 造论的言由 言其化 那他说火灭度 经里面记载的 就是火灭度后 五百岁 像化中 就是火灭度后五百岁 已经到了像化时代 人的根性转顿 我们说 活的时代是正化 正向末 那在正化的时候 人的根性是利 你温什么 就马上得到化眼镜了 可是到了灭度之后 那执着在法上面 向上面 身着诸法 所以人的根性转顿 执着法方面 求十二 十二英言五英十二路十八戒等 结定像 为什么结定像 他这个本来是属于 因言甲有的部分 引起信公的 可是 可是因为对这个呢 他求这些东西 本来是空的不了解 所以他结定像 就是我们讲到朱华结定像 就是朱华有 不知活异 但着文字 在文字上达 总文大圣瓦中说 毕竟空不知何因年故空 近身一见 若都毕竟空 因而分别有罪乎报应等 如果是讲到这个毕竟空大圣化 毕竟空 空婉然而有 不知这些道理 因而去分别去指着的 怎么会有这种因果轮回 善恶罪报报应的这些法 所以 如是则无是地 第一异地 两个都没起 取是空向而起贪着 以毕竟空生种种过 所以龙树菩萨为这些原因 毕竟空生种种过的这些原因 叫中论 所以中论提到的是 上个礼拜有讲的 大制度论是四中论 四经论 那中论的话呢 它是中经论的 它以中经 它没有去讲到 就是它以经为主体 然后去谈的 去写出来 去转出来的 去写出来的 这也是以经为中指 那经活以二地教化众生 这是佛的说法一二地 所以这一些 这里呢 也是以二地为主的部分 以二地为中的部分 所以龙树菩萨造论呢 主要是破当时的这个大圣职的部分 所以这一个中论呢 都是以大圣 虽然它有一些部分是讲巧圣 可是还是就是以大圣为主的一个部分 到最后还是以回归 那后面呢 那两两两圣 也是一样回归大圣的一个部分 这是龙树的 龙树造的 樊自清 清木式的这个 就是 龙树菩萨造宗论 然后清木他去注释的 清木他所注释 那第三个是 官内谈隐中论序 如果说你们想要知道说 有很多 就是中论序 十二门论序 那还有百论序 那在出声浪剧集里面的这个 出声浪剧集里面呢 他有一个全部都是在 把这个序呢 这全部集出来 所以这个中论序呢 那这是第二 前面还有一个 就是也是一样是中论序的 可是他是另外一个所写的 就是中论对于 对于 深瑞法师 他另外一写的 就是我们中论的 今天中论的 就是那一本中论序里面所谓的 不是这一篇 不是这一篇 是深瑞的中论序 所以第一篇呢 这个 第十一卷的 开始呢 他是写序论 那个也是一样 中论序第一 那是深瑞的 再来的话是百论的部分 那这个是谭影所写的 那他这里写的是属于谭影 谭影的部分 那他就提出来说 就是在中论序里面的部分 因为在那个中 这一本中论 罗什瓦斯 翻译出来之后呢 其实有很多人都 都把 写序 对中论这一本 翻译出来之后 都有写 有很多人写序 那 不过谁的最好的 就是 属于深瑞跟 谭影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那他 这两个人 所以他第三个呢 以这个谭影来讲的话呢 那就是讲到的是属于 以传承方面的 以传承来证明 那 那个谭影呢 他是一样是在罗斯法师 旁边学习的 就是他也是 罗斯法师之的弟子当中的 那个诗者之一的 他曾经写中论 所 那个 把注解中论 那 那这里所讲的 这一个人 这个所谭影是谭影的 那个 他的那个序文里面 他的序文而已 那里面所讲的 只论虽无礼不穷 无言不尽 这里有讲到 他说 十有大事 居哈龙树 远托海公 待无生人 那远托海公 就是说 他本是属于小圣王 后来得到的那个 华严经 佛华严经之后 那正到无生果 为了这个地方 那作论以折中 就是 亦在旁中 再 容 依教 佛的依教 那因为 容疏菩萨呢 外道猖獗 所以这 造论 就是造论 要去把他们折乎 所以这里所讲的 这无言不穷 无法不尽 然统其要归 则会通恶地 把恶地隆通 以真地固无有 孰地固无无 真地的话 就是 真地的话是空 所以他是没有有 那孰地的话呢 是 无是有 谈有 所以没有无 真固无有 则虽无而有 后面这个才是 真正的意义 不能执着在这个当中 你不能偏一边 你偏一边的话 那就致 就呆 就是承自在 有跟无的当中 所以他说 虽有而无 则不累于有 虽无而有 则不治于无 也不治无 也不住在无 也不治在有 不执着有 不执着无 的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是 如果是 如果是不执有 不执 虽有而无 则不累有 那不治在无的话 则断面 见习 所以一个是空见 断面是空的话 直空空见 那直空见 我们讲的属于断面空 所以怕 一个是有见 一个是空见 就是断面的部分 所以不执 不住在空的这个当中 不住在无的这个当中 那么就不会有断见 断面的这个 那个之见生起来 就不会有 那不执着在有的话 那你属于常见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在讲到 这两个的一个重点 一步 慧通二地 我们今天讲到说 这个常见的话 最容易取来 取来讲 那个 就证明的 一个就是 印度的婆罗门教的 都是属于常见的一个部分 就是他们生世 就像是种姓的话 就是属于常见 都没有办法去跳脱 跳脱他们那个 他们的那个种族的 这种想法 我这辈子是婆罗门种姓的人 下辈子生生世世 我是婆罗门种姓 那我是奴隶种姓的 差地理的种姓的 那生生世世 都是属于差地理 那更甚的 在差地理之下 还有一种更低的 就是奴隶的这部分 他们是讲说 这是属于见人的部分 他所做的事情 一些都没有办法去 把他们的这种种姓 都能够去除的 那这是印度的这种 他们的这种种姓制度 那其实我们如果是 对于这个种姓制度来谈的话 那也许今天 21世纪的今天 那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谈过 所以在城市里面 这种种族的主张 偏见执着方面 在都市里面 那已经渐渐慢慢的消除掉 那可是在乡村里面 这个 因为教育可能是不普及 那还有一个就是 宗教信仰的方面 所以在乡村地方 也还存在 其实要破除的话 是真的不容易 这也 我们说 你已经是尝到甜点 好的这些东西的话 你如果说 要把这个去除掉 那 比较 很多都不愿意去破除 就是看人性的一个关系了 那 其实这些 这个也就是属于 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情形 那也是属于这种 这种贫困 富贵贫困的这种情形 也会藏在这个当中存在 有时候 我们可以去想想看 去把世界上 从这一个世俗法去看 真的要去跳脱 那 这个跟火教所讲的这种 共业当然有其 也有的这些关系的存在 我们可以看看 像 像今天的社会里面 那 父亲是什么样职业的话 那如果家里面有两个三个 那你所也 程序的职业大概都是 跳脱不了 程序自己的 亲人的这个职业 那 从古到现在 都是 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那当然也是可以跳脱出的 那是共业中的别业 那怎么从这个共中 去取这个不共 那就是有待于我们自己 本身的这种 努力方面 那 你说从教育 我们说 如果 如果一个人要改变 贫穷的方法 那最大的一个 一个方法就是 你要去受教 受教育 去学习 才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这种命运 那 当然这个跟业力 也有一些的关系 那 我们讲到英国轮回 这些也不能存然 就是把这些全部都是 归到英国方面 英国当中 那你必须要去看 就像我常讲的 我们的英国论 其实所涉及的是英言国报 那言这件事情 那你怎么去拿捏 那这个跟我们的理智也有关系 不能一直把什么事情 全部都是丢给英国两个字 去承担 去承担 以之二帝为中 那底下呢 底下提到的是 问基民中论 基民中论何故不用中道 所以他这里所讲的 以二帝为中 何故不用中道为中 难以二帝为中 所以 因为他这里讲的是 他命为中论 那 既然是讲中论的话 那为什么不用他的名 来作为他的中指 而要另外去 以二帝 这是 以这个中论的这个名字的 这个中指 来作为他的那个 作为他的中指 何故不用中道为中 以二帝为中 他的回答是说 基二帝是中道 基二帝即是中道 基二帝即是中道 基二帝为中 基二帝即是中道 基二帝即是中道 所以然者 还旧二帝 以民中道 故有四帝中道 真帝中道 非真非俗中道 非真非俗中道 但君亦民 亦民中两举 这是前面所讲的 一个中论跟中指 两个都有的 以中道为中 以中道为中 故中道互说 故中 互说 故中举其地 明提其中 若以中道为名 亦民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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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宗論這個名字 用中 因為那個宗論它含道 中道的思想 含八博的思想 其實八博的思想 我們也可以就是 不可以只有 不可以只有 不可以只有空 那你不能偏一邊 那既然是不偏的話 那講到一個中 可以講到一個中 所以後講到說 明中 明中兩句 用這個 就是用這個明 故中帝互說 後面的這個中指的是 前面的這個明 那帝的話呢 就是指的是 二帝 它不是中帝的意思 就是 中的話就是中道的思想 就是這裡所講的 二帝是中道 那以二帝為中 可是這裡中 是一個意思 帝的話二帝 所以換句話來講說 明這裡的中 跟這裡的中指的這個帝 那兩個來講的話 中道跟二帝 其實它是互相 互相的 可以去說的 可以去談的 所以中舉其帝 其帝中的話呢 就是 故中 就是只要 指出這個中帝的 只要他的中指 那 就是中是以他的 把這個二帝舉出來 那是他的中指 那中道呢 只是一個名 只是在他的中間當中 如果以這個中道來談的話呢 那你用中道為主 他是沒有得 但得不惡意 失惡意 失極惡意 就是只有得到不惡 那不惡的話是一 那你沒有辦法去 了解到 有跟五的個別的情形 換句話來講 如果是以中道為民的話呢 為他的中 把這個中道這個名字呢 那作為他的中指話呢 那只是說 有談到的是 屬於不惡的這個含義而已 因為不惡的話是 就是中道是不惡的思想 你不能 他是只有一嘛 所以他喪失了那個 有跟五的另外一個說法 有跟五的 真正的意義的存在 我不知道我講這樣子 大家能夠了解嗎 好 那如果了解的話呢 那底下 所以這一個的話呢 其實他在講的就是 講到這個中關路的這個提名 為什麼不用中道的情形 而要以那個惡地為中 所以他的回答 其實在上面講的話呢 那他有兩種情形的部分 一個就是用惡地為中 就是其實就是用惡道為中 他已經彈出來的 你惡地的話就是 就是屬於中道了 那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在講到中道的部分呢 那你必須要用惡地來說明 就是空有的這個惡地 來去說明才有辦法真正去 把那個中道的意義 你一直講出來 講出來 那如果是 如果不用這個惡地的話呢 那就沒有辦法講出真正出來的 那在底下呢 他說 以惡地說明中道 所以 底下又提到說 有三種中道 一個是四地的中道 四地的中道 好 那 一個是 惡地的中道 就是真意的中道 那 另外一個的話呢 就是 灰真灰俗的中道 好 那我們 我們談到的就是 這個剛剛提到說 惡地的思想荒謬的部分 那 他說 以惡地 明中道 故有四地中道 跟正地中道 那 就是 以這種 他的三種當中呢 其實 他是把 空有 有 都帶進去了 離惡地 無別中道 惡地就是中道 就是 一個是 如果是 比如說 離了惡地沒有中道 所以 沒有離惡地的話 是 沒有惡地的 就是 他在有的這個當中的話呢 是四地中道 那 真地中道是 無的 的 中道 那 那 揮真婚屬的中道 是屬於惡地 也不是 真 也不是屬於 是惡地 是屬於惡道 惡地就是中道 揮真婚屬於惡地 就是中道 這三個 那 另外一個就是 中地的互說 是前面所講的 這一個三個中道 中道的一個部分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說 他要把那個論的中詞 跟他的名稱 兩個同時 湊合在一起 兩個同時在講到 講到一直一起 中地互說 就是把 把那個論的 中論的其中的一個中詞 那 還有這個中論的那個 他的那個中詞的這個 惡地的一個 都互相說 全部都喊出來的 那 只有 只有一個 名詞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其實他是 終極其地 名題其中 以身道為名 以中道 那就是 其實他是想要真正用 那個中論的這個名詞 來提 看看能不能真正得到 他更 把這 用這個名 把中詞 能夠提出來 可是在他的回答是說 不得 就是得不惡 那失惡意 不得不惡的意 可是失了惡意的這個 的思想的存在 那 我們談到這個 不惡的這個思想的話 那 以 俗地方面呢 俗地 灰石有 我們講到 講到有的部分呢 其實是灰 以俗地來講 是灰石有 那也不 俗地的話 那也不是 不是實質在在有 也不是實質在在的空 所以他是屬於不惡 那對於真地來講的話 灰假有 灰假無 所以他也是不惡的意理 也是不惡 那中道灰真灰俗 所以他談到也是屬於不惡 所以這個是 從前面這個來講的話 俗地 真地 還有一個中 以中道來講的話 他 有 具足了不惡的一個 的情形 可是 他就沒有惡 沒有這個惡地的思想 因為 如果是以惡地為中論的宗旨的話 那是有不惡的這種意理 又真屬惡意的存在 那如果是以中道為直 那只有不惡 那他沒有談到這個 沒有這個有無的這個 兩個意義存在 所以喪失了有 喪失了有無惡意 就是後面這一句 我剛剛所講的就是 但得不惡意 失其惡意故 你從真地 中道 還有 俗地 來講的話 都具足了 具足的 這個不惡的 就是 灰有灰無 有無 不惡的這些意理的存在 灰有灰無的這些 都有去存在的 那可是如果是 如果是以中道 把中道提出來為他的宗族來談的話 那他只談到不惡 他就沒有談到那個 有無的這個 這個失惡地的情形 那這個是以中道的明簽來談這一段 有 有 有 你的 有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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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的最後一行,他提出一個問 今何故立二帝?也答只有二帝,只有二義 一者一事活法是中道故,一事活法是中道故 已有四帝,事故不斷,以第一義事故不常 所以立二帝,事故立二帝,又二會是三世活法 三世活法生父母,已有第一義故生般若 已有四帝故生方便,據十慧方便會有十慌三世活 事故立二帝 那這一個 這個前面所講的在七十七月的最底下 今何故立二帝? 今何故立二帝? 那指的是這一個 指的是那個陰若經 就是這一部菩薩陰若本頁經的這一本經 所以他說為什麼要經裡面陰若經為什麼要立二帝? 為什麼立二帝? 所以他的回答 為什麼要就是經裡面 活經裡面為什麼要立真帝跟俗帝的二帝? 然後他也提到是有兩種的意識 一個是兩個意義的存在 一個就是想要能夠就是把佛教的那個中道的道理能夠表現出來 能表示佛教是中道是正法 所以立二帝 所以遇世佛法是中道故 這一句話 所以想要去表示顯現佛教是屬於中道是正法 不偏有也不偏無 這是屬於陰若經裡面所講的 那以有四帝 事故不斷 以第一意事故不常 就是我們所講的斷常 不偏這個不偏 所以立二帝 立二帝 那有四帝的話 不斷 事故不斷 那就是說 因為有事屬地的話 那就是不會落在 不落在斷 就是斷見的這一個見解當中 不落在斷見當中 所以我們講到說 如果是執著在空的空法當中的話 那就容易去墮入到斷見 所以我們講說 您只有如虛密 不值斷見 不值空見 如戒指 一點點像戒指 戒菜的種子 那麼小 像微塵的那麼小的東西 都不可以去執著 因為一執著的話 就是波無因果論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 你因為如果是 如果在斷見當中的話 那絕對是第一種子 什麼都沒有 沒有善惡 沒有福報 沒有輪迴 沒有報應的話 那輔助輪迴 什麼都可以去做 今天的社會很多是這樣子的情形 那另外一個是 有第一意事故不常 因為有真諦 聖身意的話 它就不會落在這個常見當中 所以事故不常 它就不會墮落在常見的這個當中 那因為你知道這是有空 這是不是常滑的 那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這個社會的種種情形 你透過努力的話 那你就像我們講的定業 定業不是不可轉 定業是可轉 問題是怎麼去轉它 你可能要用十倍 百倍千倍萬倍以上的這種努力 你才有辦法去轉到自己 往上去所造的那個定業 所以不是不可轉 只是是可以轉 看你怎麼去轉 那這個是不常 你不是 因為我們所講的這個常 永遠如是的 那這個是不可能 我也不講決定的 這些事情 那所以能夠去突破 那這樣子的一個不斷 一個不長的話 是遠離斷見跟常見的 這兩種偏見的這個兩邊 那所以這個就是屬於中道的 所以立二弟 所以才有這個二弟 立二弟的故立二弟 那後面提到的 就是二會是三世火化身後母 已有第一故身波羅 已有四弟故身旺變 既死會旺變 會有十旺三世火事故立二弟 其實還有一種說法 那這個的話是更甚深 比如說 因為這裡所講到的是 三位是二弟 就是立二弟 二會是三世火化身後 三世火的化身父母 那原因呢 因為有第一異故身波羅 就是二弟 那其實我們要講到的話 那那個會是 二會是由二弟所生出來的 所以如果是 這個會呢 是三世火化身父母 那麼二弟呢 更有一句話說 二弟為三世火的主父母 更上一層 那因為二字二會是由二弟所生出來的 那二字既為三世火父母的 那二弟當然是三世火父母 活主父母的情形 所以他這裡說二位是三世火 三世火的化身父母 那這裡也一樣 所謂有弟五弟 中道第一弟是一切諸佛菩薩至母 那是一切完世諸佛菩薩至母 所以則諸佛菩薩從事化身 從二弟所生出來的 那二會的話是我們所講的 一個是全會 一個是實會 那全會 當然這個我們如果是 你如果是只是 站在環霧的立場的這個有無 這個環霧跟二聖人的話 當然沒有辦法講到三世火的化身父母 而是說 站在 站在的那個 在已經 已經不執著 已經能夠透徹的理解 空悟的這個觀念上來講 那才有辦法去生 生二會 所以是三世火的化身父母 都已經是已經達到的這個第一義 這個真正的聖生第一義 那因為有第一義 第一義聖生意的故生菠蘿 菠蘿之會 那所以這裡的這個二會 一個是生菠蘿的這種實會 菠蘿實會 那所以從空義裡面 是生十字實會出來 那有世帝的話 生荒便會 荒便會 就是從世俗帝有的這一個 那能夠生荒便 能夠生荒便 所以這是屬於荒便 是屬於權會 荒便善巧的部分 所以從世帝 如果只有之空的話 那你只有是實會 所以我們在講到說 三智或三會的話 那一切種子到種子 還有一切智 那是沒有辦法記住到 後面的荒便會 一定要他去到世間的種種有 有的這個當中去了解 那真正的去體悟之後 再更跨出來 更深出來 是屬於權威 權威方便善巧 有十方三四或是故立二弟 是故立二弟 有十方三四或是故立二弟 那這個十方三四 我們看這一個解說方面的部分 他的解說方面 他講到說 三四佛的 就是三四的話 就是 在樹裡面 他是有橫三四跟樹三四 樹的三四 一個就是 居住三個或世界的 橫的話 就是空間的部分 居住在 請問幾個人有這一本 只有陳師兄你有而已 你是靠別人 有兩個有兩個沒有 好那我把這裡先講完 我們再休息一下 他講到三四的話 有橫的 橫的 那換句話講的話 一個是空間 一個是時間 一個空間跟時間 那空間的話 時間的話 當然是我們講的 過去現在未來 就是我們講的三四佛 那現在佛 當然就是指釋迦摩依佛 就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的 可是真的來講的話 釋迦已經是 露捏盤兩千年了 所以他也是屬於 屬於這種 他是屬於過去 可是如果是 以這種時間來講 過去現在未來 現在的佛呢 是釋迦摩依佛 釋迦摩依佛 只是他也就是露捏盤 那未來佛還未到 未來佛是密勒佛 就是密勒菩薩 所以密勒菩薩呢 我們稱他為 當來下身密勒佛 因為當來要下身了 那過去的話 就是南燈佛 南燈佛 南燈佛 那我們講說現在 現在到底有佛無佛 那個滅結的時候 就是生出於滅的 層次壞空的那個空結的時候 就是壞的時候是沒有佛的存在 那我們現在呢 如果說讀地藏經 有好好去看的話 其實我常常講的 這是我自己個人主張 思想方面 為什麼所有的菩薩呢 都是掛陰落 甚至長得就像 就都畫有頭髮 那讀讀地藏菩薩是神文像 地藏菩薩是神文像 因為在活生 我們在經典上看到的話 他有神文種菩薩的種 還有常水種的種種這些 那在地藏經裡面講到說 活滅度之後呢 沙佛之界的眾生呢 男性難度 剛強 種種的這些 那地藏菩薩呢 就是在這個時間 幫助釋迦牟尼佛度化眾生 所以地藏經所講的 並不是到地域裡面去度眾生 如果說這個世間的人呢 能夠讓地藏菩薩度化 其實他不會去造惡 那地藝當然就不空 所以所謂的這個地 地藝不空是不成果 地藝要怎麼空 地藝要空的話 是從現世的人去營造善業 不造惡業之後 地藝就不會進去 那地藝不進去 沒有進去的話 那底下的一些 能夠出來的話 地藝當然就空了 所以是以現在為主 那現在為主的話呢 地藏菩薩是 在地藏經裡面是 活守護主的 在這一個時代呢 教化眾生 那這是屬於 屬於這種樹的 就是時間方面的部分 那橫的方面呢 就是屬於空間方面 三個火世界 那一個在這裡說 講的東方世界 那一個是西方世界 那還有一個是沙佛世界 所以我們在看到說 有些佛像 那觸造佛像 五方佛是不用說的 東南西北還有中 那東的話是俄佛 西的話阿彌陀佛這些 這些 北方成舊佛 那五方佛的思想 是屬於命教的思想 那 那那個這裡所講 那個橫的三四火的話呢 那是屬於東方世界 還有西方世界 還有一個是沙佛世界 那沙佛世界的話是現在 所以一樣 如果是 以東方 那東方世界的是藥師火 藥師火 所講的是東方淨土的流利世界 那另外一個釋迦摩尼佛 我們現在的這個 沙佛世界的思想牟尼佛 是屬於現在 那西方淨土世界的是阿彌陀佛 也是一樣是未來的 也是未來的 那當然它一定有不同的 這些意義的存在 因為東的話 那指的是 一些很多東西都才開始出來的 所以一個是開始 是 才開始的話是屬於什麼 那一個是 西方淨土世界的話呢 那是我們最希望能夠去一個歸宿的地方 一個歸宿的地方 那你 你現在已經生了 那你要去一個歸宿的地方 所以在釋迦摩尼佛 這個地方 這個時代呢 你就是要怎麼樣去造作 你才能到西方淨土世界去 所以 就 那 我們所講的 唯心淨土的部分呢 那你怎麼去 把自己的這個 周遭的這一些 全部都把它成為淨土 那為心淨土 那邊所講的 當下 如果你能夠心清淨的話呢 何處不熱的土 何處不淨土 這個是 這裡所講的 有這個三四火的 一個的意義 那另外還有講到那個十荒火 那十荒火我們等一下再說 那當然我們講到說 無窮盡的 就是 層層無窮盡的那個 那個 蟲蟲無盡世界裡面講 東荒的在過去 又有東荒 又有東荒 那我們講到那個 那個世界也是一樣 活叫的宇宙觀 我們現在有居住的 這個也是沙伯世界 那虛名山的那個 我們居住在山 虛名山的 哪一個地方 所以虛名山的 那個上面呢 又有蟲蟲無盡的 那個世界存在 在上面 所以 我們說上方世界 那還有下方世界 在虛名山的底下 又有 風輪水輪 火輪 金輪這些 然後在底下呢 又是有 就是在第一 在那個虛名山 我們說講到 第一的那個 底下又有 空輪神的這些 那底 在這個下面呢 又有一些世界的存在 這些從從無盡的 所以這個山是 只是講是一個 以這樣的一個代表啦 那你說 真的是 這三個嗎 因為東荒 東荒 過去又有一個東 那那個 那個 在 未來的 未來 在過去的一個過去 我們講到過去七火嘛 那又有很多 所以 他有很多的這種情意 所以他後面有講到說 十方火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那就是又不一樣的情形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那個 七十八頁的 二會是三世霍法神霍母這一個 好 剛剛是說 十方三世霍 那十方火 在這本書裡面 所講的十方火的話 他是有兩種的說法不一樣 那 這個是他這裡的講 可是我們不要去把它記性 因為十方的話 那種 東南西北上下 東方西方 然後這個 東南西北 這個中間的那個魚的部分 角度這個部分 所以他有提到說 東 南 西 北 下 上 東南方 還有西南方 西北方 還有東北方 那這一個 一個的情 一個火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說他所根據的那個書不一樣 他是說 然後第一個是稱讚淨土火蛇壽經 所列的 這個稱讚淨土火蛇壽經 也不是彌陀經 彌陀經 裡面提到的是六方火 就跟這個 有些是 是不一樣的啦 那後面 這裡就提的 另外一個 他的兩個 另外一個石黃火是根據 十字筆薄沙論所列的 石黃火 石黃火 那裡面的不一樣 他就有不一樣 那 後面還有提到的 就是說 還有那個 十幾祥經的 東方石火 華營經裡面 沒有標明的石火 那華營經裡面呢 其實華營經都是 以石為一個 一個 一個樹 所以就有不同 那我 我在跟大家談的 這個石黃火呢 那 其實 有無量諸火 那 佛火到同 每一個佛稱讚佛 的情形 所以他有很多 不同的版本的說法 所以這裡他只是舉出來 那不管他 那 這個也是 我也有所不同 那 你那個 現在有這本書的話呢 請你看 二一七頁 二一七頁 的 第八個 以上三句可參見 誠實論劍 有沒有看 那一條 陳師兄有沒有 那個劍十三 把它改成劍十一 它是錯誤的 滅第句 出力 假明品 所以後面的第八 第九個 以上三句參見 誠實論劍十三 也是這樣改成一 它那個都是屬於錯誤的部分 剛剛我們上一個談的 就是三世 死亡三世 死亡三世火的這個立二帝 那上面有幾句就是 三世火 法生父母 還有 以有四地故身亡變 那在 這個 中論述裡面呢 它就有提到 這是 這是 吉他大師的 中論述的 音言品 這是 就是那個 中論的 吉他大師的 那個 它的音言品裡面 第一個裡面 他就有提到這一段話 那 這邊呢 應該也是從這裡出來的 他說 不斷不常 名為正觀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你不偏一個 就是七十八頁裡面是 所以 一有四地 一有四地 事故不斷 一有第一地 事故不常 所以立二地 所以這邊提到 不斷不常 名為正觀 離二地 無別中道 離了 離了這個二地話 這是沒有別的 即 因言二地 是中道 因言二地 是中道 那 離二會 無別正觀 因 言二會 即 因言二會 名為正觀 以二地 中道 發生二會 正觀 所以是一二地 而有 而生二會 所以 二會是 事故 有十萬三四 我事故立二地 那這邊提到 所以 以二地 中道 發生二會 正觀 以得二會正觀 其面斷牆 諸邊故 有佛菩薩 所以二會 名為 化身 父母 就是這裡提到的 二會是 三世 活化身父母 中論事 裡面 他有提到的 那 立二地 所以 離二會 無別正觀 即 因言二地 名為中道 離了這個 就是沒有的 所以 二會 是 化身父母 所以我剛剛才會跟大家講到 二地 生二會 二地生二會 因為這裡講 二地中道 化身二會正觀 二地生二會 那 這有些地方就寫到說 二會是化身父母 那 二地的話呢 是 就是 就是 主父母 的 儀式就是在這個地方 二地為三世佛 主父母 那 二地是三世佛的父母 那 經裡面所提到 這個經 就是 威莫其經裡面 制度 菩薩母 方便以維護 這是我們常常講的 裡面一個 一個 一個字 一個就是 時會跟 方便會的一個部分 有十萬三世佛的部分 那 剛剛提到說 有 有 四地中道 中地 真地中道 還有一個叫做 二地和民中道 那 這個也是出著在大聲玄論的 第一件裡面 四地及假生假滅 假生不生 假滅不滅 不生不滅 為四地中道 那 灰不生灰不滅 是 真地的中道 那這兩個合起來是 二地和民中道 灰生命 灰不生命 那這個是 吉隆大師呢 他 所主張的 就是他有這種三種中道 然後後面應該還會有 我們那時候再來探討 這一個部分 好 那因為剛剛這一段裡面 中路樹的這一段 他的觀音品的這一段裡面 那我這一段 你投影片裡面 這一段裡面 你會寫得更多 這一段也是一樣 所以他一開始 他是在問說 真地雖無而有 問 銀河真地雖無 真地而有 空晚然有 俗地雖有而無 他的回答說 此由 此由是不壞假名而說實相 不壞假名說實相 故有晚然而無 不動真跡建立諸法 故 無晚然而有 所以 這一個呢 在我們書裡面呢 他也有提到 無晚然有 有晚然無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從什麼樣的立場 如果是從不壞假名說實相的話呢 那這個有呢 是 就像是 不會知著在這個地方 就像無一樣 那不動真跡建立諸法 無是有 那底下就是 惡地雙惡惠 以物有晚然無故生 偶和菠蘿 就是 你從有之後呢 那 了解到有 就像無一樣 所以就有 菠蘿方便 這個偶和就是方便 方便菠蘿 一個是方便菠蘿 一個是菠蘿方便 那兩個 偶和菠蘿 及 菠蘿晚然而偶和 若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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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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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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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菠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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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菠菠菠 不忠道,不是,不偏,我們所講的不偏,不直,那就是屬於忠道 不是,再去立一個,所以他說,因言二弟,名為忠道 從這個當中你就了解,所以離二會無別正觀 因為這裡所生出來的,就是他有二弟生二會 前衛跟實衛,所以如果我說離開二會,就沒有這個正觀 所以因言二會名為正觀,以二弟中道發生二會正觀 以得二會正觀其滅斷強住編故有佛父上,所以二會名為發生父母 就這一個段,其實就剛剛我們在上面所看到的這一段 這裡所講的,只是說再把它多一些出來 讓大家了解,那這是在三世火法生父母補這一個 所以也就是說,有這種,從就是你休息二弟中道的這一個部分 然後會有二會的這種正觀的情形,就是 我們就要想離二會沒有別的,沒有正觀 所以得到二會正觀了,那你的斷腸都是熄滅的 你不會落入到二邊去的,所以就能夠 如果不落在那個斷腸二邊的話,你就是有這種情惠跟實惠 所以就從這個地方就有二弟,這個就是說,活經所講的 就是這裡,因為這裡是講經典裡面所提的 那就是屬於發生父母,那個建立二弟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中論述裡面呢,就是它是在中論述的建議裡面 就開始就提到這一段,就是有這一段的部分 如果說你離開這個二弟的話,那就沒有這種中道 沒有二弟,所以才會講到說,離二弟無別中道 離二會,那一樣離二會的話,就沒有這個正觀 所以一年二會,一年二會就屬於正觀 那我們所修的這個二弟中道 從二弟中道呢,產生二會的正觀 以二弟中道,發生二會的正觀 得到二會的那個正觀 那這些斷腸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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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就自然能夠斷截,自然能夠斷截 好,再下來七十八葉的部分 七十八葉的第五房中間,立二弟的底下 又知第一義是智力,知識力故能力他 聚之二弟即得共力 這個旗字把它改共 我記得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是共 底下這一段呢 我先把它練完 又知第一義是智力之四弟 故能力他 既知二弟即得共力 故力二弟又有二弟故 佛已皆實 佛已皆實 以四弟故 所有 所有事實 所有事實 第一義故 說空事實 又活化見生 先說四弟因果教化 後為說第一義 後為說第一義 又成 又為 又成 舊得到者 說第一義 吾有說 吾有說是弟 又若不先說是弟因果 直說第一義 則身斷見 事故 居民二弟也 到這個地方應該是一個段落 那底下呢就是用百 就講到 因為這個是講到四弟的宗旨 四論的宗旨 所以這個全部都 前面這一段講到這裡 就再來講中論 以二弟為中論 為中的 那後面呢是百論 百論之後呢 下一頁七十九頁呢 一個是講百論的宗旨 那一個是講到最後一樣是 赤迷十二論 十二門論的宗旨 那這個是 都是在講這個四論的宗旨 那這一講完七後呢 才是講到論破身的不同 就像什麼所破的 破的這些 迷教的之病的部分 那這一段呢 他總共有 就是他總共有五點在談的 談到五點的 就是他用五點去談 那你先把它寫下來 第一個就是 幼之第一歷是 第一義是智利 這一個 好了我們下個禮拜再講這個地方 時間上來的 因為他是從五點下來講到 講到說 那個 講到那個二帝的部分 那 這裡有五點的話 你回去看一下的話 你就可以看出來 又有二帝 又有二帝 又成就得到 是說第一義帝 無說四帝 這個總共有五個部分 總共有五個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這一個的 又是第一義帝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又有二帝 第三個又有什麼 第四個又有什麼 第五個又有什麼 所以總共他把它分成五個段落 來談到 這一個二帝的那個 立二帝的這個部分 明二帝的一個部分 好 那我們 我們下一次再談這個部分 好 先回下 建於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是從恩 下記山土苦 若有見聞者 一花菩提心 慶此以保身 同生極樂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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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